这根筷子竟然笔直地立在了半碗水中 老刘健壮点点头说 是了 这位妹子身上的鞋碎 正是两个月前你家走的二姑 大一男一听 感觉脸上有点挂不住 厉声说道 这么个图办法顶个屁用啊 说着就抓着碗里的筷子 想要拔出来扔掉 他这用力一拔 不禁一愣 拔不动 这根筷子像是生了根一样 扎在碗里纹丝不动 大一男急了 见众人都看着他 脸也红了起来 邪髓 你还敢耍老子 说着 索性两只手一起拔这根筷子 老刘健壮冷冷地说 看你懂得百家十三针 以为你是个人物 没想到是个骗钱的半吊子 筷子哪能像你这样手 赶紧坐 老刘这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出来 只听咔嚓一声 筷子折了 筷子一折 那大一男 哎呦一声 被摔得很远 剩下的半截筷子终于像是泄气一样 倒在了碗里 老刘健壮 眉头一皱 不好 这围着的一家人都慌了 坐在凳子上的妇女 随着筷子的折断 两眼突然一闭 不省人事 妇女丈夫赶紧问老刘 这人怎么晕过去了 老刘盯着碗里的半截筷子 说道 筷子是捣魂用的 筷子射了 这妹子身上的二姑 不好送走了 老刘正说见 旁边的这个老太太 突然眼睛一闭 也如这个大姐一般 晕死过去 这家人惊讶得厉害 又问这是咋回事 老刘健壮沉思片刻 低声说了一句 麻烦了 原来除了她二姑 还有一个鬼在她身上 妇女丈夫闻言一愣 轻声问老刘说 老大哥 你的意思是 我媳妇身上除了二姑 还有个鬼 老刘点点头说 对 刚才立筷子只看出来 有她二姑 没想到还有一个 妇女丈夫一脸愁容地问道 那您看咋办呢 一旁的大衣男健壮 得意地道 要不是你在这捣乱 我十三针下去 这会儿你媳妇走好了 老刘气得看了她一眼冷冷地说 白家十三针太过霸道 是去恶鬼用的 你不分青红皂白酒下阵 不怕遭天谴吗 大衣男被老刘这句话激怒了 气得直磕把说道 什么天谴 我看你才是假麻士 现在正好两个滚上身 你不负咱俩一人治一个 看谁想得了 老刘冷笑一声 如果那只身上的恶鬼被你挑到了 岂不是欺负你了 你先选吧 那大衣男看样子嚣张跋扈 但表情极不自然 看了看那个昏厥的中年妇女 又看了看倒在一边的老太太 显然没有底气 生怕自己挑选了恶鬼上身的那一个 大衣男想了半天 眼珠一转 指着中年妇女说道 我猜那恶鬼定在这年轻的身上 我选这个就能让让你 我听了这句话差点笑出来 这大衣男肯定是觉得妇女年轻气盛 恶鬼再深可能性很小 那老太太年纪大了 更容易让恶鬼纠缠 老刘倒是不以为意地点点头 行 你开心就行 分工完成 老刘走到老太太身边 大衣男扶起中年妇女 这一家人互相看来看去 也不知如何是好 更不知道该相信老刘还是大衣男 大衣男咳嗽一声 从他那个口袋里掏出了一根毛笔 阵阵有词地念了些什么 随其在妇女额头上画了个奇怪的符号 这妇女像是遭了电击一样 浑身颤抖一下 这围着的家人吓了一跳 惊得往后退了一步 老刘看了他一眼 冷声一笑说道 还会相细地比点鬼门 跟百家十三针完全不是一路子 你这小子学得挺杂呀 大衣男得意地一笑说道 老头扶不扶 这还只是我的一二本领 老刘低头冷笑一声 不再管他 只是看了眼躺在床上的老太太 对我说 小心把他扶起来 我赶紧坐到床边 按照老刘说的扶起老太太 衣在他身后 老刘并没有像大衣男一样 掏出各种法宝 也没有念什么咒语 只是把头凑到老太太耳边 小声嘀咕一句 看了家人 就走吧 说吧 老太太依旧是那副模样 闭着双眼没有动 也不知是谁 第一个笑出了声 随即这四周围着的人 都憋不住地小声笑了起来 妇女丈夫难为情的小声说 老大哥 你这咋还鬼落上坑了 老刘不以为意地把头挪开 也跟着大伙冷笑一声 拍了拍老太太的肩膀 又说了一句 差不多行了 再不走 老头我就不客气了 这老太太还是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 这周围家人实在是憋不住 这回不只是冷笑 更多的是开始嘲讽 哪来的老头 有病吧 这咕弄声说小也不小 我听得清清楚楚 刚要张嘴怼回去 老刘盯着这个老太太 忽然大喝一声 滚 说着抬起了手中的破棍子 就要打 这一声滚 声若红中 可把周围的人吓傻了 都是冷不丁的一哆嗦 就连旁边正在施法的大一男 都吓了一跳 这妇女丈夫一见老刘 抬起了棍子 吓得赶紧拉住她的胳膊 带着哭腔说 老大哥听 该多少钱我给 你别整了 走吧 一会儿 一会儿鬼没撵走 出人命了 这一边的大一男文言 哈哈一笑 刚要出口嘲讽 没想到 我扶着的老太太 竟然把眼睛睁开了 这周围的人又是一惊 四下终于安静了 老刘的棍子还举在半空 老太太睁开眼 看了一眼 这破棍子摇摇头 流下了两行泪水 随即又闭上眼睛 昏了过去 老刘冷哼一声 把棍子放下 对着旁边的妇女丈夫说道 没事了 鬼过人参 难免把主人闪一下子 这老太太一会儿就会醒 你晚上去给你二姑烧点纸 妇女丈夫点点头 文言半信半疑地 扶起了老太太 没过一会儿 这老太太居然真的睁开了眼睛 左右一看 下床问道 孩儿他妈咋样了 这一下子 四周的家人都不笑了 妇女丈夫激动得合不拢嘴 握着老刘的手连连道谢 这一幕旁边的大一男 可是全部看在眼里 她刚才拿着毛笔又画符又念咒 结果这妇女大姐只是动了一下 再没有任何反应 老太太身上的鬼已经驱走 现在只剩下大一男面前的妇女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大一男出了一脑门汗 又从兜里掏了半天 拽出一张黄纸 一盒朱砂 拿着毛笔 站了一下朱砂 在黄纸上刷刷刷 画了一条符咒 老刘 见到这张黄纸也颇感惊讶 说道 厉害了 毛山的黄纸符 你也会用 这大一男冷笑一声 左手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右手拿着黄纸符往妇女的头上一贴 啊的一声尖叫 吓得周围人也跟着叫了起来 赶忙四下奔逃 待众人躲远了回头一看 这妇女正瞪着眼睛 极其哀怨地盯着大一男 大一男神情呆滞 显然这妇女的如此表现 出乎自己的意料 赶紧又从兜里掏了半天 拽出一个穿着红绳子的衬托 想也没想的 就给还贴着黄纸符的妇女脖子上套去 老刘又是一惊 有 轻微派的千金驼 这大铁驼挂在了妇女的脖子上 妇女突然一愣 没有做任何动作 大一男看到妇女不动 不禁笑了起来说道 小鬼还敢在我面前塞 野字还没吐出口 这妇女突然回过神来 发疯似的伸手向前一抓 大一男还没有来得及闪避 脸上就被抓出了两条血淋淋的大稻子 我们几个男的赶紧冲上去按住妇女 她丈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冲着老刘说道 老大哥 求你帮帮忙 这样不是个法子呀 老刘点点头 这次没有商量 出人意料的抬起棍子就打了下去 一棍子狠狠实实的落在了妇女的肩膀上 她丈夫知道老刘的厉害 这次再没有阻拦 只是闭上眼睛不忍看下去 一棍下去 妇女哀嚎一声 力气突然变大了几倍 我们四个男的都按不住她 她窜出去奔着老刘抓了过去 老刘闪躲不及 一个跟头栽倒 后脑勺猛地磕在了电视柜上 这一屋子人吓得 妈压一声都跑了出去 这妇女恶狠狠地眼神 看着老刘像是要活撕了她一样 又冲了过去 我见状赶紧从后面抱住她 大声喊道 老刘 你快跑 老刘捂着后脑勺 缓缓站起来 手上全是血 沉思便客 把血抹在了棍子上 抬起棍子 照着妇女的脑袋 又是狠狠地一下 喷的一声 这屋子里包括窗户在内的 所有玻璃制品 全部炸裂开来 洒落一地 妇女挨了这一棍子 终于没有力气 一翻白眼昏了过去 她丈夫在门外看到妇女晕倒 才缓缓试探性地走进屋子 老刘虚弱地捂着后脑勺 勉强地站住身子说了句 她没事了 扶她起来吧 说完这句话 老刘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倒在了地上 妇女丈夫健壮赶紧喊道 接对没有家医院 快送医院 我赶紧背过来 背起老刘就往外跑 这一路上 老刘的血越流越多 流得我心里直发慌 把老刘送到医院抢救室之后 我还是放心不下 来回地在门外踱步 不一会儿 护士开门出来见到我问了一句 你是他家人吗 我点点头说 是的 他怎么样了 护士无奈地摇了摇头说 没心跳了 没心跳了 护士这么一说 我脑袋嗡得一下子空白 老刘死了 我才刚刚见到老刘 没想到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老刘为了救人 不留余力地拼了这么多 说好的善有善报呢 我浑身贪软地堆在墙角 绝望地看着这个告诉我噩耗消息的护士 我沙哑着嗓子问道 死透了吗 不能再抢救一下 护士摇了摇头 我正现在悲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 只听嘎吱一声 抢救室的门开了 老刘拄着破棍子捂着后脑勺 一脑袋血地走了出来 门口的护士捂着嘴吓得大叫一声 顺着走廊就跑 我瞪大眼睛 呆呆地看着已经被宣告死亡的老刘 不知如何是好 老刘见我愣在一边 不耐烦地叫了一声 你愣啥事呢 来扶我一把 我咽了口唾沫 一咬牙 刚要走过去扶老刘 从抢救室又跑出来两个护士和一个大夫 穿白大褂的大夫出门看着老刘嘟弄道 你这老人家咋不听劝呢 这么大的伤口 不赶紧缝合会有生命危险的 老刘没死 不明所以地走过去搀扶住老刘 问大夫说 大夫 刚刚护士出来告诉我他都没心跳了 这事又抢救回来了 大夫摇摇头说 这老爷子刚送来的时候 左心房确实没心跳 刚才搞清楚 他是心脏长右边了 长右边 大夫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听说过有极少数人天生心脏长在右侧 但没想到老刘就是极少数中的一个 大夫继续说 老爷子后脑勺的伤口很大 给他止血缝针 他也不同意 你赶紧劝他 这么大岁数了 这样继续流血会很危险 听了大夫的话 我终于松了口气 脑袋多流点血没事 老刘没死就太好了 我喜出望外 也没有跟老刘商量 抬手一把就把老刘抱了起来 一边往屋子里走 一边大声喊道 大夫 我按着他 你们缝针 老刘虽不情愿 但在我们强制的行动下 还是顺利的完成了缝针止血工作 包扎完毕后 老刘冷着脸 脑袋上缠着厚厚的几圈绷带 样子很逗 大夫本来建议老刘能够多住院观察 可是这个具老头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只好笑着 医着他出了院 人生最高兴 莫过于在通告最亲近的人死讯后 有意外得知 这只是一个误会 跟老刘出了医院大门 他依旧板着脸 冷冷地跟我说 耽搁了这么久 赶紧回那个小区找何先生吧 找何先生完全是为了我的事 老刘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一心想着帮我 不由的一阵感动 老刘 不用那么急 还是等你痒痒伤再说吧 老刘摇摇头说 不行 何先生这人本来就难得一见 得赶紧去找他 我实在是拗不过老刘 便跟着他又回到了小区 上到七楼 发现何先生并不在家 我心灰意冷地叹了口气 老刘寻死了半天 一跺脚说 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 早就应该知道 何先生不可能在家的 我不解地问老刘原因 老刘低声说道 只要何先生在 白鬼不敢进家宅 这整栋楼都不可能有邪碎的 我颇为震惊地说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何先生住在这里 那三楼的大姐 就不可能被鬼上身 这何先生这么厉害 老刘点点头说 别说整栋楼 附近的孤魂野鬼 都得绕路走 老刘这么一说 我心里更坚定了想法 这传说中的何先生 绝对就是十年前救下老吴的那位高人 如今见寻人扑空 我们打算先回去再找消息 刚到楼下 正巧遇到了刚才被鬼上身的 妇女和她的丈夫 这妇女现在看上去 双眼有神 精神饱满 确实是好了病 妇女丈夫见到我们 眼看着老刘头上的绷带 赶紧握住老刘的手激动地说 老大哥你伤得重不重啊 我们这两口子刚要去医院看你呢 一边的妇女见到老刘就要下跪 赶紧上前扶起她 大姐 千万别这样 老刘没事 妇女哭着说 谢谢你老大哥 我这毛病缠了我大半个月 要不是有你帮忙 我也撑不了几天了 老刘这人生性不会客套 只是一再说着不用谢 妇女擦了一把眼泪说 你们二位不像是我们小区的 来这里寻亲戚吗 我回道 去七楼找何先生 他不在 大姐你知道他能去哪吗 妇女文言点点头 原来是何先生的朋友啊 怪不得有这本事 何先生上个月就被一伙黑社会带走了 据说让他给谁看病 我文言紧张地问道 具体被谁带走了 带去哪里了 大姐你知道吗 那伙人来的时候 停满了半个小区的车子 带头的是我们这挺出名的流氓叫蝎子 带去哪就不知道了 我文言点了点头 又跟着大姐聊了几句 便跟老刘往回走了 贴到黑社会 第一个想到了丸子头 这冒出一个叫蝎子的 如果丸子头认识 那这事就好办了 我给丸子头打个电话 他在电话里一听到蝎子 不禁提高了声调 谁 蝎子 丰满小区那个蝎子 那小子是我死对头啊 我看这事并不简单 两三句话也说不清楚 便叫丸子头赶紧过来找我 回去的路上 我把最近遇到鬼等车 还有在唐蛙子村 遇到刘云波 直到发现 黄指人不见的事 都一五一十的 跟老刘坦白 老刘并没有怪我隐瞒 见到刘云波的事 只是叹了口气 颇为我担心的说道 被老东西成了咒 你阳气萎靡 见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也算正常 不过最需要担心的 还不是黄指人 白鬼哭门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白鬼哭门 前些日子听老保安讲过一次 十年前二三八六的大火 就是黄指人引发的白鬼哭门 搭上了老刘的一只眼睛 老保安的半张脸 还有半栋楼几百条人命 我不由心里遗颤 十年后 这黄指人从我而起 又会发生什么呢 老刘见我害怕 低声说道 老东西这张黄指人 到底是啥血门道 我还真不清楚 不过你也不必要太害怕 只要在这个月 农历十五之前 找到何先生 这一切都有结 我附和着点了点头 又是何先生 如此看来 能否找到何先生 是我生命中 关键的一步了 注意瑞织�也就会发生了 更健康的一步了 我们将进行